学生们就走进江云学院客家研究所 给孩子们上了一些生动的客家文化课 上午9点,梅县区德星小学的老师们就带着一群学生来到了江云学院的客家研究院 在大学生志愿者代理下参观客家展馆,了解客家文化 看着如今很少使用的传统老式雕花团 听着关于这些物品的老故事,学生们都显得开心极了 我觉得如何做得起他的 不就是我们先不管怎么样,对 B Str ef wor都是友语的 想为注决我的 premise 敌大学生那些就是灵力的 在后一次做出新闻的学生中 然后是这么读住的 我以前在东北 meantime 所以 packs菜 去国家长写的学生 安全给希望我以前英国体等 去围龙屋比较少了解 了解了 那个半围龙屋那里有水嘛 就是火灾的时候可以比较方便取水 据了解 为了让小学生更好地了解客家文化 梅县区德心小学与三营学院客家研究院合作 举办了这次大手拉小手与客家文化同行的活动 现场共有24名小学生参加活动 其中老家在外地的学生也不少 现在是住在这边上学 老家是江西那边的 多了解一下 了解就是以后有别人问我我就知道一些 就不会说什么都不知道 解到人们客家女孩子 他们呢夏天的时候不用躲脚 就是说明他们是劳动的象征 客家文化是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既传承了古代众统的汉族文化又融合了南方的文化 加上独特的地形环境影响具有独一无二的美丽 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以前的文化是怎样的 以前有战乱他们搬过来就是客家人 因为战乱来到这里从中原来到这里 所以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认识历史 中国有些文化已经都断了就没有联系 我觉得很可惜然后既然有这个机会的话 就让小学生了解一下然后继续把一个 一个客家文化传承下去 校方也表示孩子们是祖父的花朵 让小学生们从小时认识客家文化 了解客家精神才能更好地 弘扬和传承客家文化 时光小朋友通过合同学的传承 就一次从家人和人和人和学家 来救人的家联系的传承 时光小朋友通过了解一种 丰富的客家聪明 东西的客家的食谱耐劳 团结夫妻的客家精神 在平时的社会中 能真正传承南海亚年客家的文化 天气天冷啊 市民都开始做